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你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今天这个震撼的消息 其实今天一大早 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 都感受到天摇地动的 那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了 也有包含了地震的专家 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先来欢迎一下 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工业人士郑春琪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 张思刚 大家好 资深媒田董之深 大家好 还有台湾地震科学研究中心 首席科学家马国鳳 大家好 好我们立刻来关心一下 现在目前最新的伤亡统计 现在目前已经是有 四死九十八伤 而且全台已经有 933件的灾情通报 那我们今天算是特别报道 也会随时为大家插播 有任何最新的一些灾情 那当然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今天在花莲这一边 直接发生了严重的走山的情况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报道 这个山就像快要滑下来民众拍下花莲崇德的山壁 烟雾弥漫 尘土飞扬 我就跟你讲我拍那边啊 好笑喔 看我刚刚下边 下边的 你看啊 我不要玩了 都是你了 我怎样 吓到都要哭出来 因为连手机都快拿不稳 山崩他真的离自己太近太近 原本出游的好心情都变成惊吓 7.2强震就在花莲 山轮之间都冒出白烟 各处崩塌不断发生 民众吓到车都不敢再继续开下去 就怕落石沿着山壁滚下来 一般民宅整个也被尘土覆盖 看起来宛如灾难现场 花莲就在镇央 崇德尤其旁边就是山壁 空拍画面可以看到 崇德隧道口以南也都是碎石 山壁也逐渐脱落 落石都掉在马路上面 显向还生 另外从海面上来看 不止海水震荡不停 原处山壁也持续有落石坠下 沙尘暴逐渐朝海面袭来 惊险万分 余政还在持续花莲陆续传出灾情 只盼能够平息全员平安 TBS新闻林郑林委员综合报道 好 其实今天 就是刚好发生在上班时段 所以非常多人在上班的途中 可能卡在捷运上 卡在高铁上面 所以全台有感的这样的一个地震 让大家想到了921事件 当时921是晃了102秒 但是今天的强烈摇晃 也是这样晃了一分钟 当时我也是在上班的路途中 我已经到了内科的提顶大道 我真的是眼睁睁地看着眼前 这样一排的内科的 这种科技大楼 这样子在摇晃 我就当下停下来车 我就想说我到底能不能前进 我真的很怕 不知道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 真的没有看过 就是在一楼 哪怕是在马路上面 有时候人家你在开车 感觉是不会那么明显的 但是没想到是这样子的一个强烈的感受 所以你看到我们回顾1999年 那个921地震 25年前 当时呢 其实这个瑞士规模是7.3 然后造成了全台2415人罹难 那当然这一次我们目前 这个中央气象局公布出来 是规模7.2 所以现在目前这个伤亡人数 还在持续的统计当中 所以包含了像是花莲 整栋楼是连根拔起的倒塌 还有北宾路的幸福时刻的早餐店 一楼店面直接当场消失 苏花的这个大清水隧道的路基 是完全这样子被掏空 还有中和的一个仓库 它整个屋顶直接往下滑 坍塌下去 环状线也出现了这个错位的情况 那刚刚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说 就连花莲空军基地的 八架F-16V的战机 疑似都有受损的情况 然后紧急正在修复 要赶紧恢复一些战备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 当然大家觉得说 难道又是像921一般吗 但是目前大家的这个回忆起来 感觉好像这一次 因为这25年来 台湾有做了蛮多的改变 做一些地震的这种防范措施 在建筑物方面也都有一些加强 所以大家很希望说 这一次的这个地震之后的灾情 不要那么严重 外媒也持续在关注 包含了CNN BBC 卫报 还有一些这个相关的外媒 全部通通都在关注台湾 现在目前的状况 那日本他们的预估 是现在从蕊市规模7.5 上升到了7.7 但是我们的中央气象局 还是维持7.2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那冲上气象局是说 因为个股可能统计的方式 不太相同 那现在呢 看起来 震源深度是修正为23公里 那其实我们这个花莲的大地震 就连冲绳都感觉到了 他们的纳坝机场紧急关闭 还有日航也取消 非冲绳路尔岛的一些航班 冲绳纳坝机场的发言人就说 收到了海啸警报之后 所有往返纳坝的航班 也都已经改到了 所有的机场工作人员 是紧急疏散到三楼 甚至还发布了一些海啸警报 在冲存这边已经出现了 30公分的海啸 现在各地都在统计一些 这个会抵达的时间 再做一些预警跟预报了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 马教授 这一次的这个地震 当然我们刚刚很紧急的 请马教授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大家现在很关心 在这一个主震之后 其实一个早上真的震了没完 我们感觉像在鞦韆上面上班 就我们整个楼 一直在晃一直在晃 这状况会持续多久 那我们这几天 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 防备措施 防患措施呢 是 一般来讲多一个规模 七以上的地震 规模六的余震 大概一两桌里面 都会持续的发生的 所以后面的这些地震 产生的这些冲击跟摇晃 我想民众应该会持续的 还是会继续感受到 尤其是在高楼的朋友们 所以当然现在最重要的准备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住在高楼的话 你的东西要固定好 地震来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演练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 25年来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我想做最多的就是防灾演练 防灾演练这部分 在教育上面如何 你保护自己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所以对规模六以上 这些余震 可能后续 民众必须要准备的 就是这一部分 固定家具 保护自己 那如果说这几天 比方说可能家里面 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 像我自己家里面 我是整个我们家的热水器 完全就这样砸下来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够 比方说这个屋子 出现了哪些讯号 我们可能不宜 再继续待这边 只是做什么防护措施 搞不好已经是不宜了 对那部分当然要让 土木技师那是专业的做鉴定 建国的鉴定 但就说这25年来 我们做了很多 这些防灾的研练 其实我们现在 正在推的另外一个工作 只是目前还没有 全台湾在执行的 就是在建筑物内部 放地震仪 因为现在的仪器 已经越来越便宜 就有点像IoT的概念 我们有很多 sensor 可以放在建筑里面 所以平常一些 小规模的地震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说 这个建物本身的 反应的频谱是如何 所以如果这个一个 比较大规模地震 发生之后 不幸的有一些 规裂 或者有一些 建物受损的时候 理论上在讯号里面 会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就可以 包括现在用的 AI技术 我们可以过去 台湾可能假设 我今天摆了仪器之后 十年来 得所有的记录 这次地震的记录 如果跟过去十年 有很大的不同 就暗示这个 这个建物可能有受损 那他如何来判断 受损程度有多少 那当然要法规的问题 要技术规范 所以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推 但是其实执行上面 还在努力的推动当中 就是但有这个机会 也是让民众知道说 现在的仪器越来越便宜 现在的资料资讯 AI的技术越来越成熟 平时就开始收集 这些资料的时候 当不幸的大规模地震发生 我们就可以有效的 在短时间之内 告诉民众 你现在的房子是 安全或不安全 就是简单说 我们会说是绿黄红 这样子的讯息 可是他要靠搜集资料 要靠地震科学 跟地震工程 这些专家一起来拟定 那我觉得这是 未来推动的方向 因为这是二十年来 等于说九二一之后 最大的一次地震 我们可以判断说 今天就叫做组震 还是说有可能过两天 会出现更大的主震 今天变成了一个前震 这个必须说 我在科学上 没有办法做直接的论断 因为熊本地震 跟东日本大地震 这样讲 但我怕民众会稍微紧张一点 但是东日本大地震 它就有两三个规模期 后来一个更大的 所以在学理上面 我们没办法直接判断 它就是前震还是主震 但是根据台湾的经验值 就是我们一百多年来 地震资料的经验值 这个地震规模7.2 甚至能量规模到7.4 应该就是主震了 但是大致来有时候 会给我们一些意外 只是说我们就是 如何准备得更好 好 教授我想再问 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网路上面 大家有很多流传 比方说你的墙壁 出现什么样的裂痕 你就必须赶快 先暂时不要住这个屋子 有没有这个比较明确的件 因为我相信今天 看到很多人已经po文说 家里出现了裂痕 对 当然这部分所谓的地震工程技师 他会更准确的去判断 但基本上如果你有看到S型的 就是简历墙已经受到破坏的 你如果看到现在我们 当然在推动防灾 已经很多建物在做防灾的 就是都根或者是建筑规范提升 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放很多 放很多那种X型的建物 那就是在组简历墙 所以如果你建的房子没有做耐震 然后你看到一个X型的 的简历墙的破坏 这代表你的建物应该是受损了 那当然专业还是要请土木技师 来做专业的鉴定 那我想我们国家其他的单位 应该有开始做这方面的规划 好 我们谢谢这个教授 给我们一些初步的建议 就是如果出现X墙的话 你可能这一两天 真的要提高警觉 不光是继续住在里面 把东西放好而已 可能要赶快请教一下专家 那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很多人在讲说 今天早上怎么没有收到警报呢 难道变成了国家级的边缘人吗 看到赖清德他的po文 讲说早上在7点58分的时候 有发生这样的一起地震 结果下面的网友们 民众通通通是来留言 就说奇怪了 怎么中国大陆发生一个卫星 这个警报响得很大声 那难道这样的一个地震消息 还不比这样的一个发射卫星的消息 值得发国家级警报吗 那连PT上面大家都灌报说 超大地震竟然没有警报 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我们是国家级边缘人吗 还是什么意思呢 去他的面线部 就是在骂这个数位部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迹象鼠 他们就讲说 因为一开始预估阵度很低 没有达到这个警报的范围 换句话说我们 其实有预警到时候会发生地震 但是完全没有掌握到 这次的震度会到7.2这么大 所以才没有发那么多的地震 可是王定宇在这时候 又告诉你说 奇怪了 他有收到这个地震的预报 好像讲说 你们不可以出来批评 批评这个政府 没有发警报这件事情 所以很多人不以为然 还有非常多人 最近这一两天 可能好像可能会受到影响 就是中华电信的5G的基地台 有172个都受损 所以如果你是5G信号的话 现在恐怕只会掉到 剩下3G而已 这都是一些陆续传出来的灾情 这我们紧接着来问一下郑老师 有关警报 我看了内政部长林又昌的解释是这样 他说第一时间 电脑就会进行各种各样的试算运算 因为没有达到所谓的灾害的规模 所以他就没想 这个说法说的等于是没说一样 但是台湾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觉得 这次非常非常大 有时候我以前也说过一两次 没有这么强 就叭叭叭都想起来了 为什么这次没有 所以做一个主折的林又昌 这样一个说法 说什么推给电脑 然后事算没有达到一个预报的标准 说真的不太有说服力 如果再加上一些政治的考量 那以前为什么选举前 没事也要来想警报一下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 那有什么要警报呢 因为民进党的政权很安 他们有政权的危险 他为什么要想警报呢 这当然是非常苦手的 不过你看看刚刚我们在花东那个地区 我们在台北已经有感到震撼 可是如果看到 因为现在的科技的发达 我们活生生看到山崩 没有到地裂 那个场面是很惊人 你看到那个房子的塌下来 附近的人吓得要死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灾害带来的灾难 这个时候大家都应该怎么样尽可能的 让灾难能够减缓 不要在这边浪费很多存折 所以像王定宇这个 第一时间就要出来在这边 何必呢 我看到赖清德 包括蔡英文都只是说 大家赶快要救灾 林又昌也是稍微歪辩一下 都不敢出来公然这样袒护 像这些都是制造各种各样的灾难 不过我是太平盛世 如果碰到这个事情大家都会慌 我还记得那次的921 说真的 台湾以前在那个阶段之前 虽然有社会各种纷扰 像我们都去搞社会抗争 可是总体是觉得向上的 是平安的 这个社会是进步的 所以那个921地震来的时候 整个就只有说 好像天翻地覆 整个过去的旧世界 好像被改变了 那么这几年政局越来越乱 更不要讲最近市局是非常的纷乱 两岸这么紧张 所以这种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都不应该迷信 可是难免 你看我看就有人在讲说 好像以为是中国那边打过来了 你跟中共就 那吓得要死 我看到网路上有人在这样报道 那就表示说你心里有这种恐慌 自然就这样联想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 都会问说我这种天灾地变 到底有带来什么信息 我看到说什么龟山岛的 那个龟山岛的头段 我就说照到不妙了 因为龟山是个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 也是风水很好 还好后来在那边旅游了澄清说 没有没有 是有一些土石崩塌 你看像我这种人都在解读说 这一次的地震 特别是我这么政治敏感的 美国的AIT的罗森伯格在这里 他今天去见 早上去见韩国瑜 是不是他要见面之前 韩国瑜说你冒着地震的风险来见我 我才真的是说 这个地震 罗森伯格跟我们的民意代表的头 立法院长见面 下面有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应该警觉的 真是希望 还好金门不要射击 炮击机减少 但是这个地震还是提醒我们 兵凶战围 切莫乱搞 好 我们来帮这个环状线稍微澄清一下 我们刚刚这边有讲到说 好像这个占梁柱错位 那刚刚这个新北的这个环状线这边 他们有提供了一些回应 他们就说这个是偏心柱的设计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 勘查一下当初的设计图 然后来比对一下 到底是错位呢 还是原本的设计就是如此 所以现在还在做后续的确认当中 好 紧接着我们来问一下四冈哥 四冈哥怎么看 早上还有另外一个假消息 就是突然说花莲宣布 他停搁停搬之后 有一阵子传出说新北 也是停搬停搁 这个假消息 坦白讲就是个让人心慌张 不过新北都要停搬停搁 是不是有相关的灾情特别的严重 后来还好新北市政府 就马上出来澄清说 这个是个假消息 但是你看以前政府 常常就说认知作战 打假消息 我觉得这个新北的这个 停客廷班的这个假消息 我觉得政府要认真查一下 如果说这个 面临到一个灾难天灾的时候 有这样一个讯息传出来 事实上会让人心更浮动 会有很多的想像 是不是有更大的灾害出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新北不能够就坐在那边 只是沉浸之后就没事 要追到底 第二个 当然现在不是谈怎么 去做一些政治口水战的时候 但今天大家同样疑问就是 我们自己在台北的家里面的感觉 是地震很大 为什么没有收到任何提前的警示 你像之前一些比较规模 比较小的地震 大概都会收到一些讯息 都会收到讯息 更好不要说去年选举的时候 每一件事情他也可以发个简讯 但像这个时候 为什么以这个标准 他却判定说不会 没有影响到很大 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没发简讯呢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去理解一下 去追一下 否则的话大家花这么多的经费 这么多人力 去做这样的系统出来 到时候大家觉得说 该要有一些预警的时候 就成如我们的大委员讲 提前一分钟都很好 提前一分钟搞不好 就可以把很多的事情 给大家提早的去做撤离 我觉得这事情要追究 追的倒不是说 什么政治责任的问题 而是说到底我们的气象署 你怎么判断的问题 你的专业判断到底是放在哪里 为什么连我们赖清德 赖清德甚至这个陈建安院长 都说他不知道他的判断标准 对 所以国家级警报 如果该发的不发 不该发的发 就是这个卫星当飞弹发 然后就会让大家一直在减损 对于这个国家警报的一个相信度 我们来问一下董哥 我今天问过所有的朋友 好像没有人收到国家级警报 地震的警报没有人收到 好像现在看到只有王定宜收到 这个实在很奇怪 就是我们好像发外知名还怎么样 还是只有立法委员会被通知 那这个 我觉得很多民众一定对这个非常不满 花那么多的钱 当然地震是不一定能够 能够说有这种警报 你就可以防患多少 但是至少我自己先知道 我如果被压死我也知道 我是被地震压死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的地震 虽然说是921以来最大 但我觉得非常幸运 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过去跑921 跑很多地震的新闻 因为他没有在都会去 造成死亡 大家记得那时候 马振虎要跟蔡振虎 振前交替之前 台南也发生一个很大地震 那个叫美容大地震 光一栋大楼死了115个 賴清德当市长 但是那时候交接的政府是 张善政 张善政马上派所有资源下去 所以賴清德是感动得要使 自己带一堆人到行政院来感谢 已经要振前輪替的张善政 给他一个贬而写得而为善政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大家当然印象最深的 就是921台北的灾情 那时候我在当记者 春吉在当劳工局长 在马振虎时代 我们那时候也去采访救灾 也是看了很多生命的流逝 就一个一个抬出来 但是也看到了生命被救起来 六天的东兴大楼 还救起一堆兄弟 感动了很多人 所以我是觉得说 当然天有不遮风云 但这次没有 这些都会期都没有那种 大量的荒芙倒塌 我觉得大家要替 我们花蓮的朋友着想 因为花蓮最近的新闻就是 韩国瑜连署 就说我要盖花蓮的高速公路 然後 不是 高速铁路 高铁 高铁 然後也有一条路是希望走 藍头这边可以 通到花蓮 这是韩国瑜提出来的一个政见 立法院长提出来 那我觉得说大家来正式 因为花蓮的朋友提示很多 他们东部很多人很不方便 那过去要建这些东西 一论都是一面倒的 都主张不要盖 我是一直主张要盖 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下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忙回来